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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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盼开讲义第七页 那开始要进入第七页的讲义之前 先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关于前面所谈到的菩提性 或者是说前面提到的能够理六方的众生心 那这些都是在讲心性 那我们有在经典里面提到佛性的问题 那佛性的问题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与生俱来 本来就是清静的 那后来经过某一些因缘 某一些因素 然后造成我们的佛性被蒙蔽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开发 这是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本来就好像是说 一座山里面有黄金 那这个黄金呢 什么时候有不知道 但是就是有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开发 这个是讲佛性本来就有寒常的意思 这个叫佛性 那另外一种是讲佛性不可得的 也就是说自性本不可得 那这里所讲的不可得呢 它就比较偏向是中观的思想 自性清静或者是缘起无性 这两种的语言不同 所以以后我们听到说 什么佛性之类的 自性之类的 自性清静 或者是说像我们在看六祖慧能谈经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何其自性 本质具足 何其自性 本质清静 这是对不同的对象在说的语言 那我们不能从这两种语言的不同 去跟对方说 清静的佛性是本体有 还是后来才有 那现在前面的第一段问题就是发生在这里 所以三生第四天呢 他听不懂 那而且世尊在跟他讲的这部分呢 跟他过去所听所学的 不一样 所以三生连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在问 那所以三生的那个部分的问题 我们会比较难理解 那我们现在比较需要理解的是 现在世尊重点他放在什么位置 重点大概就是放在说 重生之所以轮转六道 重生没有重生实质上的性 这个性的形成是因为 重生做善或者做恶 才有这种行为 产生之后才感应到的这种性格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每天想的事情 都是跟轨道众生有关系的 那我们就很容易有轨道众生的性格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因为某些因缘 某些因素的关系 所以常常做出一些离境叛道的事情 或者是说常常思维一些亲近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会可能产生邪见 离境叛道的事情 那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想着犯恨的事情 那就跟天的那种心性会有关系 所以前面在讲的那段话 就是在讲我们现在的心是千变万化 那因为心千变万化 所以造就我们的性本性就不会一定 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维持一定的情况 但是可以经过后天的培养 让自己可以养成菩提性 那一旦养成菩提性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成为菩萨 那当我们成为菩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行六度 或者反过来讲 当我们可以行六度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在培养菩萨的性格出现 所以前面这一部分是在讲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的是第七页的第二段 那在第二段这里分出三种菩提 所以一般我们听到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 其实菩提心有分成三种 那包括在十善业道经里面 也很具体的提到说菩提心有三种 菩提心第一个叫做生文菩提 这种生文菩提也就是说当我学习佛法 我向往出离 那以于这样的心情修到观世圣地十二因缘的话 这样子会变成生文 那另外一种是读觉 那通常读觉会比较偏向在缘起上的观察 那所以呢有菩提的 原觉的菩提 一种是生文菩提 第二种是原觉菩提 那第三种呢 是什么菩提 对是无上菩提 那所以从这三种菩提当中 它必须要每一样菩提心 都是具备要有同样的性格属性 你才构成生文的菩提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学习佛法 没有建立出离心的话 我们再怎么修 很容易都变成人天福报 持戒变成人天福报 因为本身自己没有发出离心 精进也会人天福报 修菩提 你说修菩提 我已经有修空性的一些智慧 我大智度论读过了 大品菩提经 大菩提经 我都读了 中观的东西 中观论诵 什么东西我都读过了 那你有中观的观念 但是你没有发起上求佛道 下化的众生 这样子会得到什么果报 还是人天 但是 但是 如果各位布施的时候 布施 通常你们布施会不会发愿 布施是各位在那里去 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们布施 包括像刚才 是不是一进门的时候 就有收到 那三个红包 那不晓得 当你们供养这个红包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愿 供养红包要发愿 你们有听说过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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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单纯嘛 就什么我心没有杂念 然后我什么也都没有想 我们必须要以愿来祷福 要以愿祷福 也就是说当我今天做的布施 不完全只有布施 我要让我的布施将来所形成的福德 跟我出离三界 跟我上求佛道俏话终身 有直接的连结关系 换言之也就是各位 有没有听过布施的时候 必须要三轮体空 有吗 那都有 但是为什么不做呢 空了 空了也有缘起的存在才能空 没有缘起的话也空不了 缘起跟星空两种 这两个是一体两面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看到的是缘起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必须空 既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 我们只要在布施的时候 内心里面建立一个心愿 我要将这份的福德之良 将来转换成是我修道的一个处缘 我不要让它成为人天福报 所以祖师大德讲一句话 我亲发亲 不畏之久 对啊 人天福报 我不是为了自己 我也不是只是想说 我得到人天的福报而已 乃至声闻 原觉 唯一 乃至全圣菩萨 唯一最上圣发菩提心 愿于法界众生 一时同德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布施供养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就差这么一个念头 所以我们往往在做各种善事的时候 我们就差这么一点点回向 要不然的话回向的时候就是 我希望我的家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希望国泰民安 我希望鸡犬升天 我希望什么风调雨顺忠忠忠之类的 其实经典里面 世尊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在做任何布施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距离 让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把自己的心愿跟行为结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在布施的时候 即便是买一个便当 经典里面尤其阿含金 常常在家去世供养一个出家人 一顿饭的时候 就因为这样的因缘 他看到这个修行人产生欢喜心 因此而发起一种誓愿 比方说像木剑连 木剑连尊者为什么神通第一 因为他曾经供养过一位阿若翰 供养到这位阿若翰的时候 这个阿若翰没有跟他说法 吃完饭用神通变化 用神通变化完之后 木剑连尊者看完之后 我希望我供养的阿若翰 我将来我可以跟他一样的成就 我希望我有得到神通 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一个因缘 当各位你看到谁的优点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供养完 我希望我将来可以超越他 大家不用担心说我这样子超越他 会不会太过分 佛菩萨都希望各位说我今天就是要跟您老人家一样 我希望我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是不是相信各位如果说你跟观世音菩萨讲 我要跟观世音菩萨您一样的时候 我相信观世音菩萨绝对不会生气 绝对心里面充满欢喜 我就是希望你跟我学 那要不然的话你不跟我学 你每天在拜我干什么 所以当我每天在上香的时候 做早晚课的时候 这一炷香上上去的时候 今天我所做的一切行为 讲出来的话各方面的信念 我全部都是要符合观世音菩萨 您这样子的慈悲善巧 我们如果每天可以这样子提醒一点 提醒自己一点点 提醒自己一点点的话 我们在无形当中这样子365天 我们会进步 进步到让自己会发现说 我好像真的越来越像观世音菩萨 虽然长相还不像 但是至少心里面的那种 希望期许会越来越坚固 会越像 所以这个就 其实就是我们就差这么一点点 那再讲回来 第一个是生文菩提 那关系到大家的供养 慈戒修禅定 有没有想要摆脱这世间的纠缠烦烦 有没有希望想要摆脱这些贪生痴 这个就是由 不思跟慈戒当中 去影响策动到我们的未来 那乃至于说 原觉菩提也是一样 那无上菩提也是一样 都在各位的 一念心的那种差别之间 所以回到像刚才前面所讲的 是不是说能够理六方的是谁 众生啊 众生必须要具备菩提性啊 就看他你这一念你是发什么心 所以我们经常发的心是 有的时候是跟畜生道契合 愚痴 那要不然的话就是跟鬼道众生一样 起了一些痴 起了一些那个迁贪 或者是起了一些那个贪心 种种之类的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他就可能就会造成未来的一些 跟这一类众生 变成是他们同一类属性 或者同一类相貌的属性 那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那接下来呢就是无上菩提 好那回到这里所讲的 菩提之心呢凡有三种 一共有三种 那人天心 人天发心不叫菩提 菩提叫做觉 有觉性 那声闻的觉性不如 原觉的觉性 原觉的觉性不如菩萨的觉性 菩萨的觉性不如谁的觉性 佛 对 只有佛有办法自觉觉他 觉性圆满 所以佛不见得是一个人 只要这一个人 他所作所为 已经达到自觉觉他的能力 而且已经是福德智慧 已经圆满 同时具备三十二项 八十随行好 十八不共法的功德 事无所谓 那这样子的人叫做佛 如果没有具备这个资格的话 那不叫做佛 所以世间上有一些人 妙什么的差什么的 那个就自称佛的 只要大家很简单的去用这样的方式 好你自称佛没有关系 那你有没有十八不共法 没有 那肯定不是 你又没有三十二项 没有 那肯定不是 你又没有八十随行好 没有 那肯定不是 有没有事无所谓 没有 那肯定不是 所以佛不是 他号称佛就变成佛 是因为他具备了 种种以上的十八不共法的功德 事无所谓 然后佛跟德全部都圆满 然后从他的内心里面的庄严 一直到外向的庄严 全部都圆满 那这样子才叫做佛 所以佛有一个很简单的分辨方式 就是 长得难看的肯定不是佛 是不是讲真的喔 经典里面确确实是这么讲 佛是确确实具备三十二项 普通人没有 普通人像阿难尊者的话就是三十 那再下一点点的话那就二十八 那像大家设尊者 大家设尊者好像是一个 其貌不秧的一个老头子 大家设尊者是 长相不太好看 没那么庄严 在当时的话算是不庄严的 好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随便信口开耳 随便讲一讲 经典里面都有提到说 什么样的资格他从外向上 他从内心里面上 他从各方面的涵养 所以完全的构成他才有资格叫做佛 好 有这三种菩提心 那所以 为什么告诉各位 当各位在做事 不管是布施 自己 自己去绝招一下 发什么心布施 自己持戒的时候 发什么心持戒 自己在精进的时候 用什么心在精进 这些各方面都有关系 乃至于包括各位 静坐一炷香 念佛的时候 各位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静坐 各位用什么样的心情在念佛 都有直接绝对影响到我们成就的结果 所以不要轻易轻忽的这些 看起来不怎么欺人的 所以当各位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最好先发愿 然后最后的时候回向 回向是一个让自己的悲心扩展 然后希望我这些功德种种各方面的 我都愿意跟人家分享 那最好的回向呢 就是之前师傅提到的 如果各位能够去成就一个佛国净土 不要说成就一个佛国净土 如果你们 如果我们好的 不要丢给你们 如果我们有一天 我们非常有能力非常有福报 找了一座山 盖了一个非常庄严的道场 让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可以修行 那开各种的课程 让大家可以行解并重 那真的是功德无量 那这个都必须要 要有非常大的世间福报才可以啊 所以要菩萨要做这些事情 要利益众生 没有钱做不了什么大事 长得难看 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们看这些经典里面的菩萨 每一个人都是 身上都是金光闪闪 听课的时候都是珠光宝器 不相信你们就可以看一下佛像 那是真的喔 要不然的话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 吴敬仪菩萨去听世尊在讲普门品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穿得像你们这样 这么朴素 没有咧 人家去听的时候是 是家里面随便的几件的那个 项链啊耳环啊 就这样子很平常的 很平常的佩戴 就是去听世家文尼佛讲普门品 然后听到最后很欢喜 这一条在我家里面最便宜的 只不过价值百千两斤 这条给你啦 就这样 各位以后在听经的时候呢 就是把家里面最 最没有价值的带过来 听到欢喜的时候 师傅这一条 师傅在讲经的时候通常都会用这样的方式 让他知道说其实 如果我们把它拉到现实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 不必然说真的要让自己好像就是 修道人的那个相貌有很多种嘛 不必然说每一个修道人都是 眼光鼻鼻关心 然后看到人什么谁都不打招 那也真的是很不像人 真的是很像菩萨 菩萨也不会说看到人不打招 不打招呼的这种菩萨 属相心也不会 没有这么死气沉沉的菩萨 出家人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 出家人 爱理不理得 可能就是他真的是在用功啊 说得过去 当一个菩萨看到人 那我们完全的空 学空落空那 那还是真麻烦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菩萨心大家记得有三种 那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呢 去检视一下自己 到底发出离心了没有 有没有发起要自觉觉他的心 有没有想要上求佛道的心 我们自己去审视一下 那也不必然各位受了菩萨介受 就一定有上求佛道的发心 虽然在戒会的时候 都和尚曾经问过了 我是不是菩萨 是菩萨佛 是 但是问完之后 平常所做的事情 不像是 那就不是了 或者是说 就必须要再多学习努力了 接下来夏文说 若言众生定有性者 如果说众生的性 确确实实有没有 有那种不可改变的性质 不可以改变啦 这里讲的性呢 是指它的特质 特性 这种特性呢 就好像是石头一样 石头 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水 我们通常的想法是 不可能嘛 石头就是石头 地水火风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会改变 这个是受限于我们本身自己的 心理的 关系 为什么这么讲呢 有禅定的人 他要去开发神通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这种能力 把石头变成火 把石头变成水 把石头变成虚空 你说这怎么可能 这个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所以神通 为什么他叫神通 神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通就是 这些东西可以相通啊 我们认为不相通的东西 对他来讲 这是没有阻碍 那因为人家的心 有办法这样子 灵活的运用 好 所以现在讲的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认为众生 持有定性 现在师傅举一个例子来讲 以前的有一派的学者 他们叫做性恶说 有没有听过 人性本善 寻此 另外一个谁说叫做人性本恶 这都是以前的一种说法嘛 那世尊的说法是什么 人性本什么 人性非善非恶 人性如果实有善实有恶的话 那就变成自性有 那只要是自性有的 他就不容许被改变 也就是说 当这个人只要是自性有的 他是石头就是石头 这一个人是凡夫就是凡夫 这一个人是佛他就是佛 他不会再变来变去的 那换言之 如果说今天变成是观心菩萨的话 他如果是 直取他是观心菩萨 他就没有能力可以变化32生 32樱化生 因为他已经被他本身自己的身份给曲线了 所以 因为也就知道说性非有非无 所以才可以改变他 好 那这个事实上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 如果说众生定有性 确确实实有这么真实的性的话 那云和说言有三种也 怎么说有三种呢 这个是世尊的一种试问自答 那也就是说众生下心能做中心 这众生下心也就是说 你现在发的虽然是人天的心 但是有可能你因为某一些原因 听到佛法或者看到出家人 或者看到世尊 因为这样的观心呢 可以从普遍 普通的人天的心呢 可以转变成中心 这中是指中等 那也就是生文跟原觉 那中心做上 这中心做上的意思 如果说现在各位的发心 是属于生文或者原觉 像世尊早期在讲的经 绝大多数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生文跟原觉的内容 那所有根基的人 大部分都是 就是讲世尊地、十二因缘、不静观、安娜波娜 这些种种一般普遍的 处理心的方法 让自己的烦恼可以处理的 但是不是去帮助人家处理的 解决问题的 那所以到终身心的时候可以做上 这里的意思也就是说 可以从中间的发心 可以提升到上 上面来 那上心做中 上面的发心 像我们有的时候发了菩提心 但是遇到某一些困难 或者遇到某一些境界的时候 我们也会退失 我们的菩提心 所以呢 上心做中 也会改变的 这个都是属于普通的人 经常会这样子变来变去 那中心做下 那中等心 一开始最初发中等心的人 他也会变成下等心 什么原因呢 众生勤修 无量善法 故能真上 所以心性它没有所谓的一定 如果今天我们 从下等心可以发心 不断的勤劳的去修 无量善法的话 那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性可以提升 所以没有所谓的一种固定的不变的心 所以因为修缮所以可以提升 那如果呢相反不勤修固便退为下 如果不精进或者是常常懒惰懈怠的话 那这样子就会退步便下 那这些其实都会有很容易发生 我们在平常生活上很容易发生的一些事情 比方说 我们去帮助一个人 那帮了这个人呢 一而再 再而三 那这个人他又不是那么样的可以受教 那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可能就想一想 然后他 你对他很好 然后他又跟你 跟你回应的方式态度又不是很好 又很糟糕 我们可能心里面就会想出一个 动了一个念头说 算了 以后他的事情我不管了 就这样 就这样我们的普定心可能就 少了百分之一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就又少了百分之一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又少了百分之五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又增加了百分之一 然后这个事情呢 又一下子减少了百分之十 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 上下下下 上上下下 变来变去 所以实好实坏 现在讲的这个情况 都是我们普通的性格 所以现在在跟善生讲的时候 都是针对这些普通的人在讲 针对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在讲 我们都会变来变去的 一下子进步啦 一下子退步啦 那如果说呢 若修 若善修进 则明不退 如果在修善的时候 可以不断的精进的话 那这样子就不会退步 可是问题难在要精进 尤其各位的时间被切割成很多块的时候 要精进是极为困难 早上要做一点点家事 然后要准备早餐 然后要上班 然后要打扫家庭 然后要帮同修 然后要帮小孩子 然后要帮父母亲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种种种之类的 能够运用的时间 其实非常的少 那这么少的情况之下 各位要怎么进进呢 有一个不是很难的方法 但是很难维持的操作 什么叫做不难 不难的方法呢 也就是 只要大家随时保持正念 不太难 那保持正念很多种 保持正念 只要你能够让你自己保持正念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在精进 这个叫立元对境羞耻观 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心不会慌乱 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冷静 不管人家在讲什么 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会因为看了新闻节目 然后看到绿的 然后就整个慷慨激昂 看到难得就整个冒活 也冒金星 种种之类的 然后看的时候呢 非常的冷静 客观的去判断这些事情 然后看完之后 知道这些事情的一些 事情的一些现象 看完之后呢 心里面不会有那些什么 调局啦 或者是一些散乱啦 或者是不当的这些寻思 没有这些 那这样子的话 能够维持正念 那也算是一种心境 可是 就刚刚讲的 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不太容易操作 为什么不容易操作呢 各位晚上回去看一些电视 你说师傅我从来不看电视 师傅鼓励你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自己有没有情绪 很会看的啦 但是不要去看那个什么光庭去啦 看那个 看那个 耳鱼 耳鱼我炸的那个 大概彼此在那里勾心斗角的 那个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 师傅讲的这个意思 只是让他知道说 世间上有 有这些事情 那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 会起心什么动念 像包括最近的一些新闻 最近有一个 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 最近长老 有一个教级的长老 他外出的时候 跟两个女众 住在同一个房间 不晓得你们有 没有 对 那是不是现在举这个例子 不是在 不在讲这个是非喔 是不是在告诉各位说 我们一样都是佛教徒 那当我们 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是什么样的情绪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产生一些不当的 一些寻思念头 或者一些不当的 一些 一些 语言出来 这是我们本身自己 要去绝造的 那在谈的时候 我们自己还要能够很清楚 不能去落入那种 好像口业一样 谈出来的事情 要比较能够客观一点 你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那个啊 不要去讲就好 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讲这个意思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本身 我们自己 在修学佛道的时候 我们以为说 我们可能会认为 我这样子修学很安稳 那没有境界去测试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真的很 很 很 很有一点本事 借一些境界呢 去测试一下 好 那这个都是举例而已 所以说是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有一些方式方法 可以去检定我们的心 但是总而言之呢 很多种啦 包括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什么钥匙不见了啦 汽车不见了啦 那个什么 回去那个门锁着啦 进不去啦 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慌啦 会不会火大啦 种种之类的 这些都是啦 好 那如果能够精进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退 所以为什么师傅 会告诉各位说 平常的一些生活 生活习惯态度上 多去留意一下自己的起心动念 你不见得有办法随时把经典抱着读 我们也不见得有那个时间 然后念着佛号 然后我就是要把佛号的进度到几千声 我们不一定有这样子的办法 但是 让自己的信念维持在一种 比较符合清净的念头 极乐世界叫做清净的国土 如果我们的心 能够跟极乐世界的清净 达到同样的标准的时候 即便你没有念佛 你还是符合那边的夜感 你只要很轻松的说 我要去那里 我资格够 为什么 我够清净 不是那个量 我们现在是不是讲的 不是那个佛号的那个量 那因为我们必须要用量 来破我们的那些不当的那些散乱 所以我们要用量来取胜 但是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適用 所以有些人他并没有发愿去西方 但是他可以周游十方佛果 为什么 没有特别发愿啊 但是他的本事已经到达这种本事的时候 他哪一个地方不能去都可以 所以以前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 目见人尊者 色力佛尊者 世尊在讲说有极乐世界的时候 极乐世界在哪边 世尊就比给他看 就跟他讲你往这个地方一直过去的话 你就会看得到 所以他没有发愿要往生啊 但是他过去看了 看的时候真的有 所以这个是符合这样子的标准的话 就可以去啦 好 那我们看一下文 那若不修静而明之为退 如果不能持续的精进 这样子就很容易退步 那相信各位都很清楚 有句话说三日不读书面目 很可怕 三日不读经面目 无法形容 读经 送经 或者是 不要不要不要说用 大家在送经的时候 也许你会觉得说我要用很正式的方式来送经 我要穿个海青 然后我要搭个衣 然后我要点一柱箱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如果万一你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前行 前行的这些功课的时候 你就是洗个脸 我要洗个手 万一如果说家里面不方便点箱的话 就是坐在客厅 你先金本随便打开一页来看 如果各位的习惯 平常都是八点拿遥控器的话 不如改变一下 八点把它改成拿金本 同样都在拿一样东西 拿遥控器跟拿金本 那个都在一念之间而已 你伸手拿遥控器那你就输了 你能够伸手拿金本 拿一身手拿一下佛珠 那你还算有那个绝躁力 贏这么一点点 所以现在师傅讲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平常生活上的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用功的 那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那有些时事我们去了解一下 适当就好了 半个小时大概看一看 差不多最近 封寒的、封科的、封賴的 我知道这些事情 看完之后 对那我就是现在 我就开始要封观世音菩萨 就是这样 再过一段时间的话 会封媽祖 那总而言之 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讲的话 我们要封的是佛菩萨 那这些事件上的事情去了解一下 参与一下也无妨 好 那孝文说 在一切时钟 常为一切无边众生修其善故 这个一切时钟呢 也就是必须要符合前面的喔 精进的意思是 不浪费时间 那在不浪费的时间当中呢 不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所做的一切事情呢 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同时要为了自己修吉善故 修善必须要分种类 布施 布施的因 解下来的果 它是属于福报 慈戒 慈戒的因 它所成就的果报 是人生 人的身体 那再加上慈善 慈善的因 就会有人天的果报 生天的果报 如果我们今天修事无量心 或者修禅定 那就是无色天的果 所以在不同的因 当中会产生 结不同的果 那我们现在如果做不善业的话 那也是一样 如果牵 那就是跟恶鬼道的众生 结下一份因缘 那如果说是撑 那可能就跟阿修罗结了一点因缘 那所以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像 經典裡面所讲的 我们的信念随时都跟死法界的 这些情况呢 呼应 稍微有点精进 那就跟觉 跟佛一样 有的时候呢 跟菩萨产生一点连结 产生一点点悲心 或者跟身文圆訣 也产生一点关系 希望自己能够安安稳稳的 清清静静的 可以做一支相念断佛 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发起一些愚痴 无名烦恼种种的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跟下三道的众生 结下一因缘 那什么样的念头多 什么样的念头多 就很容易跟那一道的众生结下一因缘 所以当我们本身自己在动这些念头 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想一想 我要跟他们朝夕相处吗 如果你觉得你愿意的话 那就多想一点 那如果不愿意的话 就尽量不要想 尤其对于自己的一些仇恨的人 最好不要想 因为你越想他 越有可能将来聚在一起 所以不要有事没事 然后就把它拿起来复习一下 那个没有意义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久而久之就可以不退转 所以后段文呢 就是说能够修集善固呢 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不退转 那当然不退转有几种 那一般经典里面对于不退转的定律 大概分成几类 一种是行不退啦 一种是位不退啦 那绝大度数大概是定律在这两种 那另外一种呢是属于菩提心 是属于菩提心 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发菩提心 那受完菩萨戒 那要让自己的菩提心 或者是说一个叫做果不退 就是正到那个果位了 那依我们现在 现在是不是讲的是我们菩萨 假如说我们现在定义 跟各位的定义是菩萨 要让自己的菩提心不退的话 要到十柱位的第四柱以上 或者第七柱以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的菩提心 会因为某一些境界 某一些众生 某一些因缘 让自己的菩提心会退失 也就是我不想再去帮助他 我不想再去帮助别人 我不想再什么 我们没有动说我们不想求佛道 只是因为这一个人我不想帮 只是这件事情我不想做 那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佛道的一些完成 所以一旦有这些念头 我不要了我不想了 那这跟菩提心跟佛道 都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不要动不动 或者不要轻易的讲出我不要 当一个菩萨必须要广学 广学之后才有办法去广度众生 当我们讲了一句我不要的时候 阻挡了自己的灰命 阻挡了自己的智慧 阻挡了自己的菩提道 所以不要轻易的说不要 不会 我们可以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做那么多 我现在没有办法做那么多 那我现在先做这个 那将来有因缘有能力的时候 我再来做这些 那我们同时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做太多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就一样一样的分开来做 好 那如果是如果不是呢 若不如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让世民退转 没有按照前面这样子的方式来讲的话 没有精进啊 然后没有修集善业 这样子就很容易退转 那如是菩萨则有退心 即恐怖心 这个恐怖心的意思也就是说 一旦菩提心退了之后 自己对自己的修道 会产生一些疑惑 会动摇 那我这样子到底会不会有 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善的果报 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疑惑啦 或者担心啦 种种的事情出现 那有了这些挂害呢 心就不会完稳 那要杜仲生的话 自己自己要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都很困难 那更何况 要进一步的去帮助别人 那更是难上加难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着看讲益第八页 那刚才是谈到关于退转的问题 那要让自己不退转的话呢 就必须要精进 然后休息散法 那如果不如是呢 市民退转 如果没有这样子做的话 会退转 那同时呢 我们本身自己 最初有发起菩提心 但是因为当自己退心的时候 自己也会产生一些恐惧 那所以这个万一有一天 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逆境 心已经开始慢慢退 就是说对于帮助人家的那种热情呢 已经不在的时候 必须要去观察两件事情 我们现在之所以 对人家的那种帮助的热情不再 是因为想要让自己的程度再更提升呢 他还是说 已经像二圣人的性格一样 所以这两个部分会很像 那为什么会说很像呢 因为如果说当菩萨要让自己的功夫提升的时候 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叫做禅修 就禅定 禅定是每一个菩萨都必须要学的 因为禅定是得到真实智慧的管道 我们曾经听过嘛 文慧师慧还有修慧 那所谓的修慧这个修字呢 是指禅修 从禅修当中获得清净 然后非常客观的去判断诸法实相 那因为从这样子的稳定常定当中呢 去取得所谓的缘起 然后性况的道理 然后同时又生起发菩提心的悲心 那这样子的话是让自己成长的 这个时候在这段过程必须要少事少夜少希望处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琐碎的事情 那依在家居士的情况 这个部分会有一点难 如果说自己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 减少一些琐碎的事物的话 如果在家里面 只能从立元对境当中去让自己呢 在这些做事当中 慢慢的去提升自己的功夫 那如果说自己有很理想的环境 比方说像你自己本身自己有一个 假设说是农场比较郊区 像什么大溪或者是说像苗栗 他们就是大概有几百坪 有一个农舍很适合清修 那这样子的话家里面的人也同意 然后也愿意去扶植你 这时候我想要专心专益的 你各方面要 你说我要客区取证 那可以 有人帮你 准备三餐饮食 我七天 我只是说什么七七十九天 种种之类的 那第一个要扫事 扫事的用力是让自己的心思不要混乱 不要太杂乱 所以要扫事 那扫业呢也就是说 减少一些内心里面的一些 一些你想盘云的事情 那叫扫业 就是说 身口一三业 那事呢是指一些杂事 一些外来的杂事 那业呢是属于你内心 内心自己起心动念 扫事 扫业 扫希望住 那这个希望呢就是你本身自己的心愿 本身自己的心愿 你先这个时候 先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先把它完成 比方说 我这段时间 我要好好的把进度五经读完 熟读 听完 那我大概希望说在四十九天的时间 七天的时间把它完成 那或者是说我要 我要在行门上下功夫 或者是在姐门上下功夫 都可以 那这段时间你必须要少事少夜 少希望住 就减少外出 减少跟亲人的一些联络 或者是说最好 就是完全的不跟家人联络 如果你家人同意 那你要有适当的环境空间姻缘 那你说我在试院道场这样好吗 七天的话可能还勉强可以 但是你就算去试院道场的话 他也不可能让你没试做 他一定会叫你打扫 一定会叫你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两三个人一起在扫厕所的时候 就在那里挤眉弄眼 在厨房的时候 在洗碗的时候 在挑菜的时候 就那你对不对来啊 稍微会不会 反正一大堆就来了 你说我七天要在那里办到 其实 你知知我知知 所以是不是有办法这样子 真的是少事少夜少希望住 我不跟人家攀岩 然后我也不去做一些闲差的事情 那自己的定义要清楚 自己的定位要清楚 我现在 我之所以减少一些外缘 我是希望将自己的本事再更提升 当一个菩萨没有三明六通 要教化众生不可能 真坦白的真的是不可能 你说是为什么 当一个菩萨要教化众生 必须要具备三明六通 如果今天我们有能力 我们不用人家讲 我从你的心里面 我就可以解读到你现在的需要 而且我都不用经过你 跟我什么描述什么样的事情 你真的假的 我根本不用听你描述这些事情 我只要大概坐下来静坐 静坐一下 这个人的因缘情况怎么样 他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伏他 那很简单 得到三明六通的话就是有这种本事 但是要得到三明六通 你必须要有点禅定的基础 所以当我们要去帮助人家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无能为力 这个小孩子 你生的 你想要教他 有的时候他会跟你运气运气 跟你点水 然后跟你 现在慢慢小孩子 大概到了六岁 都会跟你讲道理的 你还不一定讲得赢他咧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有这种本事的话 我们知道对方的缺点在哪里 我们知道对方的优点在哪里 我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他 如果我们有这种能力的话 我们要帮助一个人就很简单了 就像刚才我们离开火车站的时候 在安全岛做了一个老菩萨 然后拿一个碗在那里 跟行人要领钱 如果今天师傅有三明六通 知道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因缘 或者是说他现在的处境的话 我过去直接跟他讲 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你现在的想法怎么样怎么样 你再过一段时间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讲到人家的心里面去 对失误 对就是这样 我怎么那么厉害 都不用我讲你都知道 我们现在不是的 我们现在是很想去帮助人家 但是我们却无从下手 不知道怎么办啊 不知道怎么办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禪定 我们的智慧不够 所以有很多事情即便我们想要做 顶多就是做一点点就只能这样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在自己的程度上 要再提升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 要有一段时间好像是类似潜藏 或者是自修 或者是对出家人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真的要禁足或者闭关 那要有一些 有一些人来扶持 因为如果说没有人去扶持注意的话 其实会很 也会让一个人会很慌张 以前我听老子上他们讲 他们住在山里面 他们去山里面去 算 也不算是闭关啦 他们就住在山里面 反正就是在深山里面打坐这样子 有些人他可能是念佛 他就一个区域差不多相隔大概50公尺 在山区里面大概相隔50公尺 那在大家要用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 每天在那个山区里面要用的东西 就是一种就是水 那其他吃的你自己去找 那用水的时候 有一个共用的水漂 共用的水漂 要去山里面住山的话 最少要两个人 那这个水漂怎么用呢 比方说 那个 东边的河上来用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水漂呢 盖起來 盖起來 等到西边的那个老上他用的时候呢 他用完水漂 他就把水漂再把它翻上来 那表示有人动过嘛 只要你用的你就把它盖起來 他用的就把它翻开 那如果说到了明天 每天都在拿水啊 你到了隔天这个水漂都没有人动 或者已经过了两天没有人动的话 那你就要赶快去找另外一个老上 他身体是不是出了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必须要去注意一下 那不是说痠了死了就死了 死了就那个 没有这样子的 不是说闭关完之后 反正我就是死在里面 我也那个 不是这样 人家以前在闭关的时候是 彼此之间还会互相去留意一下 对方的这些情况 所以生病是要看医生的 你不要想说我生病 反正我死了 我就是希望阿弥陀佛来跟我接 可以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啦 那问题是 最麻烦的就是 他们三位来的时候不知道你在哪里 或者是你忽略了他们 他们要来其实 是不是说他们的意思是说 西方三圣他们要来不是问题啦 是我们那个时候 不会去理他们才是问题 我们没有空理他们 因为我们要想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一天要想的事情 我们自己想想看 我们会想到 我们会想到佛菩萨的时间 我一天算16个小时醒着 我们一天当中会想到佛菩萨的时间 大概只有用几分钟来计算 当然有些人不是啦 有些人说我早课 我早课就已经半个钟头 已经一个钟头了 那大概有两个钟头你想他嘛 那其他的咧 那你往生的时候 最好就是在早往课的时段喔 你就那个时段 你那两个时段会想他嘛 那你其他的时间你想谁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啦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信心 但是也不要太有把握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 看得到自己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 到什么样的情况啦 不要说像以前当学生一样 我有信心考80分 结果咧 事实上可能考出来的成绩 都不见得及格 但是信心还是要有 但是本事还是要拿出来 好 那如果一切时钟呢 为一切众生修其善法 得不退转 事故我既是大喜地 这个大喜地呢 是指欢喜地 也就是说如果说 这一个菩萨 他可以照前面这样子 精进修行 然后修其善法 然后不放逸 同时是为了众生喔 是为了众生生起的大悲心 这样子的悲心呢 世尊可以跟他预测 这样子的人将来 能够有办法进入出地 那这个欢喜地呢 有从两个面来讲 一个是佛欢喜 那另外一个就是修行的菩萨 他本身自己的欢喜 好比说 当有一天我们在考试 或者是说当有一天我们在 在 禅作也好啦 或者念佛也好 有一天 当各位在禅作的时候 整个是非常的光明 然后没有调取 没有散乱 然后你要想的事情 完全的清清楚楚 然后心无旁骛 然后这样子可以达到一心的话 我们本身自己会很欢喜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用一个很平常的一些情况来讲 比方说像有一件事情已经割了很久 已经很久一件事情 一直没有办法圆满解决 那这个问题有一天 你把它解决了 已经顺利圆满的排除了 已经是 已经都解决圆满 这时候我们本身自己也有欢喜 所以这个欢喜地的意思也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某一些事情 可以让自己的 自己感到有一种种 好像就是类似 有点收获 或者有点点成就 这个 我想各位如果说 有一天在念佛的时候 自己可以发现自己 念佛一个钟头 不会散乱 不会乱心的话 这种欢喜 是肯定会的 好 那关于欢喜地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他叫做干慧地 干是指那个 干燥的干 干燥的干 干慧地 智慧的慧 那为什么叫干慧地呢 出地的菩萨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欢喜地 因为刚刚见到 出见法位 出文法位 所以欢喜 那第二个意思 叫做干慧地的意思 干慧那个干的意思是指 没有禅定的意思喔 所以有智慧 还要有禅定水的滋润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当一个菩萨 换成是我们的话 如果我们很懂得佛法的道理 没有一点点禅定的话 会很容易 因为某一些小小的事情 就开始在那里扰动 你说我们平常人会 没有错 连出地的菩萨也还会 就会因为某一些事情分心 这个都是属于因为没有禅定 所以那个刚慧地 大家要记得那个意思 刚慧地是指出地的菩萨 他有智慧 慧强但是定弱 那定到底弱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只有差不多在出禅 出禅以下的位置 或到达出禅而已 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 要让自己的智慧提升的话 肯定必须要搭配禅定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 修禅定不重要 修禅定非常的重要 而且神通 稳定的神通必须要从禅定当中获得 乃至于说慈悲喜舍 也必须要从禅定里面去开发出来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经常交召不安的话 这个人要禅定 这个人要有慈悲喜舍的心 这个也是不太可能 好 那如果说这个人呢 这个菩萨他有发心 然后为了众生 同时不断的修习善法 世尊说 这个人除了能够得大喜地之后之外 同时不久当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这个不久到底有多久呢 如果照经典里面的说法来算的话 从三贤位到建道位是一节 三贤位到建道位是一节 那从建道位到休息位是一节 然后从休息位到果位是一节 所以一共是三大阿神奇节 那请问各位你们现在是在哪一位 問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各位是不是在三贤位 没有吗 这么客气 就是这么谦虚 事实上来讲的话 我们还真的很少有人进入三贤位 那各位能不能知道什么叫做三贤位呢 有没有听过五十二阶位 五十二阶位是哪五十二 十姓 十柱 十行 十慧相 等绝 妙绝 好 十姓不算是三贤位 十柱 十行 十慧相 这个叫三贤位 那从三贤位开始算 也就是说进入了十柱出柱之后 开始算到建道 也就是出地的菩萨 或者是出国 那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修行完成 这样叫超凡入圣 那三贤位之前呢 三贤位跟建道位之前 中间还有一个叫做家贤位 就是师父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有谈到 这家贤位有四个 就是软 鼎 忍 是第一 那为什么各位认为自己没有到三贤位呢 为什么自己不认为自己有实性的本事呢 不要说本来没有什么实性 请问各位是哪一性的 自己认为是在哪一性 初性 剛剛性 这样有点不幸喔 其实我们从经典里面的内容来讨论 我们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修学佛法 我们对三宝 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的话 那可能大概是在第三 第四 是不是讲的很坚定的信心 也就是说 我不管任何遇到任何逆境 我对三宝 我对三宝完全不会动摇 不会产生任何疑念 对他产生疑惑 产生怀疑 比方说 师父真的是一个居士 他学佛大概三四十年的时间 他互习一个非常大的道场 那他有两个年轻有为的小孩子 两个都是高材生 一个是在读硕士 一个是刚刚大学毕业 那这个居士呢 这对夫妻 他们在试院道场呢 平常他们就去发心当义工 平常上班 然后假日的时候去当义工 那这样子在道场里面 今天出租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 然后他们也去受了菩萨戒 有一天 有一天 他独碩士的那个儿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从七楼 然后阳台跳下来 师父你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我家的孩子才不会这样 现在师父不是在讲你们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师父在举例 好还没讲完 一个跳下来 他对三宝有没有信心 他心里面开始在想说 为什么三宝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保护到我的小孩子 我都已经受菩萨戒那么久了 我已经在试院道场发现那么久了 为什么我的小孩子 他一直无缘无故从这样子 这样子下来 跳一个的时候 他心里面已经 已经有 已经 相当大的打起了 那这个哥哥跳下去之后呢 弟弟看在眼里 他跟哥哥的感情很好 每天抢着哥哥 每天抢着哥哥 每天跟哥哥玩在一起 闹在一起 打在一起 结果哥哥不在了 弟弟 越来越忧郁 后来有一天 弟弟也从 那一个地方再跳下来 叔叔讲这个是真的 没有跟你们骗 这个是在新加坡 有一位局势他们发生的 他有一次来拜访师父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去安慰他 他在现场的时候 他说 我将对佛门这样子 这么呼出 这么那样的发心 这样几十年的时间 为什么我两个小孩子 这样子做这种事情 为什么三宝他没有呼出 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哪里犯错 我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信心嘛 现在师父举这个例子 因为是真的例子 现在师父问的事情是说 当有一天 我们 我们不是在修道上 那么顺利的时候 我们对三宝的那种 坚定的意志信心 是不是还在 那也许我们现在都会觉得说 有有有有有 对三宝是肯定十足的信心 好 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讲 如果说有一天你的小孩子 他生病 酒病在床 然后群医 一生束手而策 然后有一个人他跟你说 某一家宫 某一家庙很准很灵验 那你只要去问他 然后他看他的前因后果是怎么样 然后去跟他拿了药 然后服 然后做什么东西 你去回来给他喝 你们会不会做 你们会不会相信 你说师父我才不会相信 对啦 因为现在还没遇到 现在师父只是举例 当有一天我们面对生死交关的时候 这种事情我们可能往往会做 不要说我不会做 我们都必须要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就三宝放在旁边 你说大杯咒水 药湿精 我听说那个地方比较灵验 他那个药呢 只要怎么样怎么样 有那个就处理的 这是我们对三宝的那个坚定的意志 我们已经不太 不太会像以前这么样的坚固了啦 换言之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没有一些逆境来测试我们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从逆境当中去反映到 我们对三宝的那份信心跟信仰 我这一生对三宝的投入付出 那么样的虔诚居然到了晚年的时候 是用这种方式来回馈我 情何以堪 但世尊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了 世尊说我是佛教的一个创绝者 然后你看 发生在我身上不幸的事情 有没有比你们多 国破家亡 整个国家被灭 整个族人被杀 然后逃着逃 死的死 世尊已经呈现出来给我们看他的相貌了 所以我们不要期待说我这一辈子修行 我护持三宝起十年的时间 那我就一定可以风平浪静 然后无忧无虑 没有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止世嘛 所以我们有些事情是因为过去素食的因缘 不要因为我们现在遇到这些事情 遇到这些难关 然后就让我们的这本身的意志力 在三宝面前讲的说 我经常发心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进行的时候归三宝 什么什么 我们都有机会被考验 不是只有你们而已 是连我们法师也都会有 所以这些事情在世间上是非常公平 因为在座各位 会有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证慧 我们也是有 爱别离怨证慧无因之胜求不得 你说问师父你爱什么 你管我爱什么 我才不跟你讲 都有啦 师父是没有什么东西好爱 因为师父也没有土地 师父也没有道场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爱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反而没有这些累赘 你说我有 可是我真的是非常的傻脱 我没有任何的牵绊 真的吗 真的吗 你可以跟人家讲得很傻脱 但是你实际上的内心不会欺骗你 尤其等到你正在临终的那一刻的时候 你心里面的那种千变万化的思绪 我这个东西要给谁 我这个东西要给谁 我这个道场要交给谁 我这个 你有很多想不完的事情 所以没有 有没有好处 那我们没有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看人家放不下的人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在他旁边说风凉话 我才不会执着呢 那个是因为你没有 假如师父有几百间的道场 你问师父说师父你会不会挂 我会 我那么几百间的道场 我怎么不会挂 我当然会挂 但是这种挂不是挂 我们是要把这些事情 后面的事情安排好 是一种责任 到不见得是一种挂 那当然是不一样 所以师父说 我们可以讲得很傻脱 那但是其实内心里面的挂 那个是只有本身自己心知肚明 好 那总而言之呢 回到刚才所讲的 我们本身自己的信心 到底建立到哪里 如果还在实信 我们这样子排排在那里排回的话 那进进退退 上上下下的话 我们要多用一些心 那因为到了出注的时候 心是非常安稳 不管遇到任何挫折 是不会动摇到自己对佛法 你可以对出家人没有信心 各位听清楚 你们可以对出家人没有信心 因为毕竟出家人也还在修行 不是圣人 但是你们不能对佛法没有信心 因为佛法是真理 真理不会有问题 是在修那个真 是在操作的那个人有问题 所以是师院道长有问题 不是佛法有问题 这部分大家要理清楚 有些人对这个法师 有如滔滔江水 明言不绝 然后等到他做了一些 让他无法接受的事情的时候 他整个好像是天崩地裂一样 所以以前有一个老和尚跟师父去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出家人 他自己都懂英国 他自己都受借几百条的借 为什么他还会去做这种事情 老和尚很轻描淡写的讲了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看他没有办法用修道的标准去看他的话 你只要用普通人的标准看他 我说什么意思 对啊 他虽然那个外相已经变成出家人变成另外一种相貌 但是你为什么用修道人的标准 你没有办法去看他的时候 那你就用普通人的方式 因为也就是说 他外表上虽然是出家 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 所以反过来在家居士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在家居士他的表现怎么与众不同 那你就要从修道的那个立场去看他 你不能从那个一般的凡夫的那种平常的人的角度去看他 所以这个在后面的经典也会谈到 在家居士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过生活 那你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过生活的话 其实你也是跟一个出家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总而言之 以后大家听到说 我扶持的哪一个法师他发生什么事情 他犯了什么重大的过失 犯了什么严重的罪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他个人的烦恼 只要他还没有解脱的话 这种烦恼都有可能出现 但是大家对佛法还是要有坚定的信念 就这样 佛法不会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文第二段 善男子三种菩提无有定性 这三种菩提大家要记得 身文原觉还有无上菩提 这三种菩提它本质上没有定性 这个是就我们本身自己来讲 因为我们这个是法 那之所以它会变是因为我们人心变的关系 所以它才会不定 法本身它的定位定位就是这样 世间法的定位就是这样 初世间法的定位就是这样 生文法的定位就是这样 那会变的是我们 我们的发心会变 所以造成这个菩提心会变 所以现在在讲这个 我有定性是指我们现在的性格 会变来变去 一下子很想当菩萨 一下子又想当身文 然后一下子又想怎么样怎么样 好那如果说有定性 如果说有它自己本身自己的性格 就我们自己的性格 如果说我们已经已发生文 或者原觉心者 则不能发菩提心 也就是说这个心性如果是真实有 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个人一旦发了圣文心 那就变成圣文 那边发了圆绝心 它就变成圆绝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这一个心就不容许被改变 所以那个定性的意思 是指可以改变 那为什么可以改变呢 因为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因为是因缘合所呈现出来的 所以它没有真实的体性 好下文说善男子 譬如众生吾有定性 这个众生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指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像 我们今天上课的人数 是不是都维持在固定的人数呢 是不是有的时候今天会比较多 明天会比较少 下一堂课多 下一堂课少 等一下这堂课多 下一堂课少 是不是会这样 所以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 生团里面的人数 它会变来变去 会1225个 那有的时候呢 全部的人都出去了 今天生团里面呢 只有留下一两个 所以现在告诉各位用一个很简单的 比喻来形容说 人数静音出出 其实就好像是这个性一样 它会改变的 那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 类似这样 所以生团里面的人数呢 今天有100个人 明天可能是98个人 又有两个 那明天可能又会再多几个 所以它没有固定的人数 那所以呢 是三种性亦负如是 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比喻来跟大家讲 这个定性是没有定性的 就好像是人精进出出 人的数量呢是不一定 那若有 若有说 言定由 信者是名外道 有定性的意思是说 不会被改变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变成是 我们在讨论的事情呢 因为当时的婆罗门 六四外道 不是说婆罗门 六四外道是反婆罗门的 这部分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六四外道是反婆罗门 因为当时婆罗门是至高无上的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 反正就是婆罗门 他们的种族是最尊贵的 最优先的 但是呢 六四外道他们是反婆罗门 为什么反婆罗门 因为在这里面的修行人 或者他们的六大论师里面 他们有一些人的种族是不一样 有些是商人 有些是王种 有些是婆罗门 有些是泛夫种族之类的 那他们反婆罗门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让你独大 就像以前埃及 埃及的祭司 他的权力是最大 就像以前的欧洲 教堂 教堂 教庭里面的那个主教 他的权力是最大 大概到什么程度呢 早期欧洲的宗教权力是大过于政治 所以他们的主教的权力非常大 所以当时的僧团扎门都是反婆罗门 因为他们把权力过度的掌握 所以他们是不认为这样子是合理的做法 好 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那因为其中有一个学说呢 其中有一个学说他们认为说 人只要死了之后 不管他作恶作善 只要经过三大阿森奇结 他一定会成佛 这个就是定见 或者常见 怎么可能人不管做善作恶 经过三大阿森奇结 怎么就会成佛 我们现在听起来这种理论是不是很 很滑稽 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根本 要骗三岁小孩子都不可能 但是这种学说在当时是存在的 而且是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 那我们大部分现在也是有些人相信这种说法 反正人死了之后一定当人 那鸡死了之后当鸡 所以鸡就是一定要给人吃的 豬就是一定要给人吃的 这种观念其实 很多人是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是常常有这种观念 不知道因缘月报的一些现象原理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说 啊对阿 就是这样阿 人死了 不是当人 要不然的话就是当鬼 乃至于说我们现在最普遍的想法就是 大概大致上大部分就是 家里面的人往生之后呢 他八九必须死变成鬼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希望他到西方极对世界 大概就是两个 所以超度的时候就把它当成鬼来想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生命体 所以我们在超近的时候就是 我的历代祖先乱枪打鸟 也有必要啦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里 我们也没有天眼吧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三明六通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现在这个家人他往生 他可能会去哪里 不要说可能 今年里面提到说 当这一个人他要往生之前 在中阴生的时候 他如果说往畜生道走 他还没有投胎之前 他的那个形态已经变成动物了 不是都变成人喔 变成人的那个是一种说法 像瑜伽斯蒂论里面的说法 那另外有些其他的经典的说法是说 如果他是往人道走 他的形状 中阴生的形状 他就会跟人类似 他体型会比较小 那如果说是往出生道走的话 他可能变成阿猫阿狗 他可能就是变成猫狗之类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超度 因为他的中阴生已经变成动物的那个 动物的那个 那个业力的切临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去超度他 救拔他 他可以从他那个还没有定 决定的那个去处 可以把他从畜生道里面 去提供他的助援 让他转变成人道或者天道 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些法会超度 其实是有他的意义存在 以前有很多祖师大德 他们本身是有天眼通 有很多有天眼通 所以他们看得到说 我法会做完之后 有没有效果 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个本事 所以我们就做完之后 拜了之后 到底是有走还是没走 有躲在那道庁里面 听说道庁里面有多多 一天到晚都在超度 可能我没走的关系 可能都没有走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真的是太可爱 为什么太可爱 有些人会担心说 这些众生住在我的家里面 不会啦 住在你家有什么好处 住在你家有什么好处 他为什么要喜欢住在你家 这么无聊 你家那么好住吗 他为什么自己不去找一些 比较好住的地方 他去住饭店不是更好 他还可以选择五星级的 他住你家 他每天早上 早上那个自助餐 多丰富 但问题是他进不去 鬼道的众生不是说你想要去 我就可以去 鬼道的众生大概分成36种 这在正法念初经里面提到 鬼道的众生分成36种 有些吃 的东西跟天人一样 有些鬼道的众生 吃的 是你们各位拉出来 吐出来 的东西 是真的喔 各位你们不要想说 诶 这个可能是世尊在形容 没有 是跟你们讲真的 有些众生 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就是乱吃 各位有没有看过 那个什么海龜 什么 那么什么 什么那个 海洋里面的那些生物 吃那个什么塑胶袋 什么塑胶管 有的 杂七杂八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有些鬼道的众生 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你就算是吐一口痰 那个很多鬼去墙 你说他真的吗 是吗 世尊讲这个话是真的 是真的是在跟我们讲吗 怎么那么可怕 不是可怕 是有很多的众生 真的就是没东西吃 各位有 所以为什么师父会告诉各位说 世间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大家去接触一下 你说以前那个什么希特勒在 在德国在那个什么 打仗的时候 欧洲发生打仗的时候 什么八国邻军之类的 在战乱的时候 各位想想看 要吃什么 人死了之后没有东西吃 就是你吃我我吃你 看谁先死 死了那个人就是把他身上的东西 没有水 没有水的话你要吃 你要吃什么 人刚死的话 就是把那个血拿来 拿来喝 非洲也有啊 非洲不是有 他们有养那个牛嘛 他们没有水的时候 或者是说他们要补充营养的时候 就是用箭 然后去射他的脖子 射他脖子 射一个洞 然后那个血呢 就好像是水龙头一样 要流出来 所以我们 我们很难想像 到底那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 到底是过什么样苦日子啊 即便说是现在的那个什么 夜门啊 叙利亚啊 这些 生活很辛苦的这些众生真的是 我们很难想像他们到底在吃什么 那所以今年里面在举这些事情 是不是相信世尊不会虚假 没有 讲这些事情来吓唬我们 不会那么无聊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个都是世尊的方便说 才不方便呢 哪里方便 反而就是二鬼道的众生就是生活很辛苦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文 何以故呢 诸外道等无因果故 他们对因果的看法呢 是不正确 这个叫无因果 或者是说也不相信因果 那像这样的众生呢 佛教之外的学说 所以佛法里面是非常相信因果 那如自在天非因非果 这个如自在天的意思呢 就是说 经典里面有些记载 像升天 升天的时候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升天 就是这样 那很自然而然的变成畜生 很自然而然的变成人 像这样子 他们没有办法很很准确的 把因果说得很详细 但是他们有禅定的本事 那有禅定的话 为什么还会错看因果呢 因为他们只有看到局部 看到局部 就像虾子摸像一样 摸到那个样子 就以为说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在看待事情的时候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差 所以像我们历史上 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孔子 各位有听过吧 他有一个弟子有一天 犯主熟的时候 他不是去做了一个动作吗 犯锅 锅盖掀起来的时候 他拿了一个东西往嘴巴塞 有听过这个公案吧 然后那个拿东西的那个人 就被孔子误会 你手脚不干净 结果孔子还误会他 他是把里面的那个脏东西 因为不干净 丢到又可惜 然后就把它塞到嘴巴里面去 所以看事情的那个事情要看清楚 那外道他们的一些观念 因为有些事情看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会变成会很笃定 是不是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讲 有一段时间曾经很流行叫做通灵少女 有听过 原物 原来的人物 叫索菲亚 事你们都知道这个 事都在看电视 不在看电视 开玩笑 我们是世间 初世间 全部都要参一点 加一点学习 那这个索菲亚他看的世界就是类似这样 他看到有一些鬼道的众生 他们的生活是这样 所以当他出来在描述这些事情 然后被 被 编辑成 一个 类似 短幅的那个 好像是节目影片 那里面就有人在批评他 这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其实很多的 通灵人士他们在看待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是看到这一部分的曲譜 他能看到的就是用他所看到的来形容 所以以后你们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 那这个是 有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那个索菲亚 他到后来 他觉得说 去帮助这些众生 处理这些事情 太累了 所以他变成 他后来变成什么叫 他本来是在公庙里面办事 他后来变成回教 他有能力看到 但是有些事情是 你看到的 但是 你的取向若不正确 或者是说 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因缘的话 你看到的事情反而对你来讲 不见得是有帮助 比方说 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来讲 我们都不适合去看到佛菩萨 是不是讲的佛菩萨是真的佛菩萨 就是从我们心里面 因为亲信流露出来的那一个影像 因为那个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一种 刚刚好浮现出来的一个影像 那不代表有什么样太大的意义 不代表我们的修行现在就是完完全全的 十那九文 不要这样想 也不要期待说 那我是不是下一次的时候念佛还可以再看他一次 那个就是多多的 那个就是多心的 那本来一个很单纯的心 刚好就这么一刹那之间 刚好是一个 电波刚好讯号叫 刚好接收到 接收到看到 那个没有什么 所以也不要去期待那个 所以有些人他看到的时候 他反而会 希望说我是不是下一次可以再看到 那如果有这种心情期待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这个在经典里面就提到说 如果我们常常在修道的时候 希望说能够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我们很容易会招来一些鬼道的众生干扰我们 所以不要 不要想这些事情 照着经典里面的说法 是尊所教导的这些方式来如实的修行 好我想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告一个段落好了 因为接下来就是下一段 接着我们讲一个第八页 那刚才是谈到第二段的结束 所以在这个部分谈的都是在指心的性相 或者是说我们发心的定性 其实是没有真实性 那接下来要谈的是第三段 三男子或有人说 有些人说 菩萨之性 譬如石中定有金性 也就是说 菩萨的性格就好像 比例就好像是在石头里面 他肯定有黄金 那如果说以巧方便因缘发固 就是说你用三巧方便 可以从石头里面去取得黄金 那可以获得得为金用 可以获得黄金来使用 那菩萨之性 亦如是者是泛至说 那这句话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形容词 这部分的说明大部分都是用在 如来藏的用语 如来藏的用语很多都是用这样子 就是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信 只因妄想颠倒不能获得 那所以用山里面藏有黄金 那我们把它开发出来 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这样的说法呢 在这一部经 幽伯社戒经里面带说 这样子的说法 跟外道的说法很类似 那哪里类似呢 或者是说哪里不太妥当呢 我们看下文 因为菩萨之性呢 亦如是者呢 是泛至说 那这个泛至指的就不是佛说 所以这样的说法呢 不是世尊的说法 何以故泛至等长岩泥居陀 这个泥居陀呢是一种树 我们看底下 在柱角的是十五 所以各位在看经文的时候 上面会有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呢就是在解释名项 那在这一棵树呢 这种树里面呢有种子 这个叫泥居陀子 那这泥居陀子呢 有泥居陀树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个种子本身里面就有树了啦 如果你用前面的那个方式 认为说石头里面有黄金 那跟外道的说法呢 这个种子里面它就是有一棵树 所以种子种下去它会长出一棵树 就是这样 这样子的原理 那好像呢 眼有火石 这眼有火石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说法呢 有一天当我们眼睛痛的时候 眼睛痛 痛到什么程度呢 痛到好像被火烧到一样 这么痛 那是不是我们的眼睛里面有火呢 是这样的说法 所以眼有火石 也就是说 我眼睛里面像火在烧 而且眼睛里面好像有石头一样 就好比我们的眼睛里面不舒服 是因为有火 有石头的缘故 事故犯智 无因无果 因即是果 果即是因 这句话讲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并不清楚它的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它的由来是什么 所以我们以为说 应该不是说我们以为 这个就是一种邪灵的入侵 一种邪灵的入侵 所以你才会生病 那就必须要想办法把那个邪灵把它弄出来 现在就举这个例子 就好像是古代的人一样 尤其是什么埃及 或是中南美洲 很多他们的一些看法 观点是这样子 所以这句话是在讲说 他们并不清楚果报 不清楚因缘果报 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同时呢 尼居陀子具足 而有尼居陀树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从此的存在呢 其实它只要 它只要 放到土里面 反正它树就会长出来了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它一定有嘛 那当之即是 泛事因果 论 他们的论调就是这样 可是树从哪里来呢 树从种子来 比方说像现在树问 各位一个问题 你的小孩子如果问你们 妈妈 爸爸 我从哪里来呢 你们要怎么回答 师傅举这个例子好像有点 有点让你们会答不出来 你们小孩子大概都长大了 所以不太会问这种问题 现在师傅 算师傅问你们好了 你们从哪里来 谁好像知道 是从12议远 哦 从12议远所 你不是外道啦 你不是外道啦 会谈到这些事情 好像跟我们的学佛好像不相关 其实在当时的时候 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这种学说的人很多 所以要厘清 要不然的话 三生他得不到答案 而且会被误导 所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的说法 只要这一颗种子 它具足 也就是说 它这个种子 它只要变成是种子的话 它一定 种子里面一定有数 那就可以知道说 这是范式的因果论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 这个果中里面有因 因中里面有果 反正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很简单的一种论调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种认知呢 我们会不会认为说 因中有果 果中有因 好啊 就算是会好了 那你们认为这个观念 對不對 果中有因 那因中有果 这样子的论调 對不對 果中有因 因中有果 不用想 等一下肚子会更饿 我们通常有的时候都会有 會落入这种思维里面 但是这里面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说法 这样子的观念 不完全的正确 但是它是跟世尊所讲的那个因果 会有一点关系 但是不完全不完全正确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还是不够精准 好 底下会有解释 底下用什么样的方式解释呢 那是意不然 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说法呢 范子他们的因果这样子的论调呢 是意不然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意理 不是这样 这个叫不然 就不是这样 那何以故 因 系 果 出故 用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这棵树这么大 怎么放到这个种子里面 如果你认为说种子里面有树的话 那请问你 这棵树怎么 怎么塞到那个种子里面 这样你们明白吗 就是用 你要用 用事项来 来认为说这个事项的一个变化 那我现在用事项来迫事你 你认为说种子里面有树 那请问你 这棵树怎么塞到这个种子里面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 我们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 戒指 纳虚空 纳虚明 或纳虚空 那请问各位 戒指如何纳虚明 解释的对 那就是符合佛法的正观 解释不对 那就变成泛智外道的说法 就差这样而已啦 没有差别很大 外道他们讲论 他们讲业 然后讲因果 世尊也是讲因果 也是讲业 所以有很大的差别喔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观念 其实我们会认为说 我是一个正心的佛地子 我学习的是正法 但是我们有很多既定的主观意识 是 是比较倾向 倾向 倾向外道 好 那怎么解释呢 我们这个慢慢再来学习的喔 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喔 那另外用一个方式来迫斥呢 若眼眼中定有火者 如果说眼里 眼 我们的眼睛里面本来就有火啦 因为现在你觉得眼睛好像火在烧嘛 那如果说眼 眼睛里面本来就有火的话 好 那所以眼则被烧 如果眼睛里面有火 那第一个烧到的是你的眼睛 但是你的眼睛怎么没有被火烧掉呢 这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铺刺 那眼若被烧 云和能见 既然眼睛被烧掉了 你现在怎么看得到 如果说你现在眼睛 感觉好像是被火在燃烧 一样里面有一颗石头 那请问你 你的眼睛怎么没有被烧掉呢 那怎么还可以看得到东西呢 所以呢 眼中有石 石则刺眼 如果你的眼睛里面有石头的话 那石头就会遮住你的眼睛啊 那眼若有遮云和附见呢 这个都是在泼施外道 你说眼睛里面跑进去一颗石头 那个跟现在在说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三男子如泛制说 这泛制指的他们也是 是修行人 而且呢 他们也修得很清净 所以这个才叫做泛制 泛制啦 沙门他们都是有修行的一种很坚强的一种意志力 所以这个才叫做泛制 那当然外道跟泛制有的时候是从不同的立场去说他们 泛制说呢 有就是有 有即是有 这里讲有即是有的意思就是 有呢 就是常有 就常见 是常见 那无呢 既永无 永远都没有 那这是断见 那无则不生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不会有了啦 那就不会有出现 那如果有呢 也不会消灭 也不会不存在 也不会消失 那这种观念都是很普通的观念在当时 但我们现在大部分 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或多或少都有 怎么讲呢 举一个例子来讲 不是很严重的 但是我们认为 我们自己本身认为有一种常见的 比方说 各位家里面有小孩吗 家里面有小孩嘛 那各位在讲 要表达这个小孩子的时候 要怎么去表达 如果你要跟人家介绍你的小孩 你会怎么跟人家讲呢 你们是不是一般都是介绍说 师傅这个是我的小孩子 我的小孩子 我的嘛 我的 这里面有没有一点点常见呢 有没有一点 肯定主观意识的 第七莫娜 莫娜的那个 莫娜氏 我的啊 那我们现在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观念叫做 不是我的 但是我们的习惯里面 我们会 这是我的小孩子 而且 我们会用很具体的行动 来管教小孩子 因为我们认为说 他是我的 不管是活的 不管是有生命 没有生命的 我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 那其实这种 这种书到底要讲什么 这个师傅是在告诉大家 我们不会没有执着 我们不会没有执取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语言 每一个行动 每一个要求当下 都会有 对对方产生一种 这个是我的 我要好好的去教他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不会这样子 所以 你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想 小孩子真的是 小孩 你家的小孩 真的是你家的小孩吗 你家的小孩 你家的小孩子 是从别人家的小孩子 往生之后才到你家的小孩子里面 然后你家的小孩子往生之后 再就变成别人家的小孩子 我们也是啊 我们也是 我们是从别人家的小孩子 不是啦 小孩子那太可怕了 我们是从别人的父母亲 阿公阿嬷死了之后 然后变成人家的小孩子 所以小孩子 有没有小孩子的定性 所以历代祖先 有没有历代祖先的定性 有没有 零是历代祖先 你近未来季都姓零吗 难道你生生世世都姓陈吗 难道你生生世世都姓蔡吗 难道你都不会想要换姓吗 难道你都没有想过 我可能当过出家人 我姓过世咧 过世好像怪怪的 曾经姓世 所以现在师傅要描述的事情就是 我们有很多自己不经意的执着分别 就在生活里面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有很多那种 强烈的分别意识 我们自己不觉察 而且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 这个就是我们最麻烦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要处理莫拉斯 那个对自己的那个生见我直 其实不是那么样简单可以去 可以去处理的 好 那回到这里所讲的 那这里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若言时中有金信则 那金不说信 信不说金 这句话有点好像是在 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绕口令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石头里面 含有金的性质的话 金的本性的话 那金你就不能说它是有金的本性 为什么呢 你不能说金它有本性 你也不能说石头有本性 这样子你会冲突 为什么 怎么冲突呢 善男子因缘故则有和和 如果有本性的话 这个东西塞不到它的里面去 如果黄金 如果黄金它有本性的话 它怎么会跑到土里面去呢 那如果土里面它有土的本性的话 石头有石头的本性 黄金怎么会跑到石头里面 这样有没有听懂 你们听不懂没有关系 现在只要三声听得懂就好了 你说 是不是你讲 三声都已经 他正三国 他听完之后 过没多久他正三国 大家听完之后 大概不用正三国 大家只要正出国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要求太高 好 那所以 要啦 我们大家都要听得懂 好 那三男子因为 世尊进一步的跟他开导说 所谓的因缘 因缘跟因果的关系是什么呢 有主因 还有助缘 有主要的因 还有其他的助缘 那这样子的话 两者合起来 这样子两者合合 缘合合固 本无后有 本来没有 素本来不存在 但是呢 这颗种子 它落地生根 然后经过空气水阳光 所以它才产生 变成木头 那这样子的原理 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 那其实在当时他们的论述里面 他们并不知道 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学佛的话 我们大概也不会知道 我们也不会知道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些医学 或者是说科学的一些论证 所以我们的一些 一些对事情的一些判断呢 也比较不会像过去这么样的 比较不能够分得清楚 好 那回到这里所讲的 那如泛至言 无济永无 四亿云合 如果是他们这样子讲 如果没有的话 就永远没有 那这个议理又怎么解释呢 金和水银 金跟水银合在一起 那银则灭坏 也就是说 金子跟水银放在一起的话 会伤到金子 那若言有不应灭 这不应灭的意思就是说 不应该被毁灭 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呢 是在讲说 如果金子它本身自己 它本质有金子 金子的本性的话 今天即便是水银去泼它 去溶解它 其实金子不会受影响 就是这样的道理 这样子听得懂吗 如果换另外一种道理来讲的话 如果金子的本性是不容许被改变的话 你用火去烧金子还是金子 而且它也不会变成水 流动性的 它本来是坚固性的 它也不会变成是 变成像液体一样 所以不会被改变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一些黄金 它会加了一些其他的 那个金属进去 所以有些黄金呢 它不是999的 它有些48k 它加了其他的一些成分进去 所以换言之也就是说 如果金本質不会被改变的话 它怎么会跑到石头里面 那石头怎么有办法去塞 那个金子里面 塞那个金子进去呢 这是不对的因果 这是不正确的 那所以夏文说 若言有不英灭 但事意云合 这是什么 说不过去 这个道理 这又怎么解释呢 那若说众生有菩萨性 是明外道 不明佛道 这句话很特别喔 如果说众生皆有佛性的话 你这样的说法呢 跟外道的说法是差不多的 完了怎么办呢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或者是说 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颠倒不能正德 那怎么办呢 前面那句话就不对了 那以后我们听到这句话 看到这句话 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再讲 你有佛性啊 大家都有佛性啊 你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跟外道差不多呢 我们是不是常常常会这样子讲 常常这样子想 怎么办 差一点点啊 差一点点 就刚才讲的 解释的清楚 想的清楚的话 那就跟外道没有关系 想不清楚 跟它混合在一起的话 那就跟外道会有关系喔 好 所以如果说你们认为说菩萨的本性 他本来就与生俱来就有 然后有一个扎扎实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话 那这个是跟外道的学说一样的 这个不是因缘合合的喔 所以差别就差别在这里 因为外道不讲因缘合合 所以为什么世尊成道之后说 因缘甚深 为什么会说正缘其法 为什么不正 正空性 反而是正缘其 这是有别于其他外道的学说 就是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到许多的事情 就是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好 所以这样子的认知 这样子的认知 然后不被改变的 那这样子呢 不是不明佛道 不是佛教的道理 这个叫佛道 要加两个字 佛教的道理 所以佛教佛教 不是什么宗教 是佛的教理 佛教的道理 这个叫佛教 或者佛教 好 善男子 譬如 何何时 因缘故 而有金用 金子的存在 其实是因缘何而 如果说不是因缘何而的话 金子怎么会跑到石头里面呢 同时石头里面怎么会跑 怎么有办法容纳的进去黄金呢 所以这个感觉 这个东西的存在是因为因缘何而的关系 那因缘何而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就像石头里面 黄金的行程 它是经过很特殊的金属 然后压集 然后成为什么高温 然后什么解冻 然后成为什么 种种的缘故 然后才产生黄金 然后产生水晶 产生其他的矿物 那总而言之呢 这些都是因为因缘何而的关系 那总而言之 举了那么多的例子 做什么呢 菩萨之心亦附如是 所以菩萨的性格从哪里来呢 从因缘何而来 不要把它认为说 这个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是一下子有 一下子没有 今天有 明天没有 早上有 下午没有 最念有 最念没有 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 去到火车站 看到一个穷人 看到一个游民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心情还不错 口袋摸一摸 放个几十块 这时候有 然后过去的时候 对他完全不理不采 完全没有 但也不是说 你不理采他 那就没有 师父最近比较 有来台北 就常常遇到 有那个年轻人 来跟师父搭散 那搭散都是缺 我这个车票一百多块 我现在缺 那个六十块 现在 那个 手法有点翻心 他跟你要整 已经不是跟你要整数的 六十块 六十块超过五十 你给一百太多 要给五十又不够 很有趣 那这个都是在 都是一个 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 可以检视我们的悲心 这个机会 可以检视我们的智慧 这个机会 可以检视我们 当下那个念头 产生什么作用 是不是觉得很有趣 所以 不要把他觉得说 这个是很 好像有点那个 为什么老师都是出现这些 不要把他 不要有这种好像是 热闹的这种心情 产生热闹的话 对我们修道 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我们一点帮助 不但都没有 而且还会损我们的功德 你什么事情都没做 你只是跟他擦身而过 你没台没钱 烧一杯会 做什么 功德不好赚 你这样子就看到这个人 然后就一把火在那里烧 而且烧的那个都是 现金 有时候烧一百的 有时候 有时候烧五百的 有时候烧一千的 没有奉献太多 可以 十块五块 有 都可以啦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在 当下的时候 去看自己的心 心态的一些反应 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有机会 可以去考验我们自己 但是 我们要知道 凡所做的事情 肯定 好 前几天也是遇到 有一个 你是出家师傅 然后她是超过12点 还在拖波 然后我就等下拖鞋 另外一个师姐就是说 好像过了12点 以后都不能再逛 可能是这样子吗 本来出家人的波 本来就不应该装钱 那更何况是在这么晚的时间 那更何况是在这么晚的时间 那是12点以后就不要再逛 你是说中午12点以后 我以为是晚上12点 他怎么这么 中午12点以后 所以对我先把前面的音源先解释一下 世尊入灭之后 那 因为没有 没有人去判断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世尊只有留下一句话 然后跟阿难尊者说 大家社尊者他也没有听到 他也是那个阿难尊者的口述 世尊说小小借可舍 大家是从别的地方赶回来的时候 世尊已经断气了 已经入灭了 那阿难尊者他说 世尊教他说小小借可舍 那小小借是什么 那先不谈小小借可舍的事情 出家人到处去油画 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提供你饮食 就是你到了吃饭的时间的时候 你要去跟人家偷拨花园 祈求食物的时候 可能人家已经吃饱了 或者可能人家刚好还在忙 还没有准备饮食 那你拿一个拨要去跟人家要食物 你得不到食物 那你得不到食物怎么办呢 饿吗 挨饿吗 不行啊 这一天还可以 两天不行了 三天受不了 所以后来也遇到有一些人 我没有办法给你食物 要不然的话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 所以在世尊入灭之后 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给你钱那你自己去买 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出家人就开始 有一些看法不一样 到了远方没有人偷拨 没有人放食物拿到的都是钱 从那个时候呢 对于戒律的一个规范 就产生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差别 所以各位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有些出家中他不拿钱 有些出家中他不拿钱 出家中不拿钱的 他有他的遵照的规范 那我们拿钱 我们就 我们就是怎么讲呢 不太好啦 但是不得已 是不是只能说不太好 但是不得已 因为像在那个时候 因为脱坡食物人家没有给你 人家给你钱 只要你自己去买 那你不拿钱那你吃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种不得已 但是也不是很好 所以有点无奈 就是变成我们现在如果说要脱坡的话 其实放钱这个事情 本来就已经是不太容许 但是有很多的出家人 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 来获得资粮 所以他也是无奈 有些道场他并不是经济能力很足够 所以他可能会在马路上 街头 红绿灯 菜市场 会去脱坡 那遇到这种情况 不要说你们啦 就是像师傅 师傅昨天晚上就遇到一个 昨天我们法会刚刚结束 那我们就出去买了一些东西 刚好我们在16楼 然后他站在1楼 我们有法会的时候 他就会来 那师傅是第一次看到他 看到他师傅大概判断一下 因为他们如果说有脱坡的许可证的话 都会有一个中国佛教会发的脱坡证 那张牌子 那因为师傅看到这个出家人 然后又看到他的那个识别症 这也没有问题 所以师傅就也跟他结缘了 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了 所以说你要问师傅的话 如果 如果我的做法 我会比较开放 我会比较开放 但是其他的法师他的做法 我们尊重 我们尊重 那不代表师傅做 这样子做对 只是说我会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人家站在那个地方 站了两三个钟头 然后这样子 风吹这么久的时间 我下去 我是走过 已经走过去了 然后 他站在那里 那不如再跟他结缘 所以又掏出钱包给他 不是钱包给他 那就跟他放了一些钱 所以至于12点的这个事情 本来钱就已经不太 不太容许了 那 超过这个时间 那已经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吃饭的时间 如果说照佛在寺的时候 钱当然是不容许 佛在寺的时候不容许 那因为佛在寺之后 就已经有出现一些差异 所以 拿钱 难传的是肯定不可以 那当然有些人已经开始拿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 吃饭的时间 必须要遵守在11点40分之前吃完 吃饭的时间必须在11点40分之前吃完 那我师傅只能讲到11点 我就赶着去吃饭了 然后又在11点40分之前赶快要刷牙 然后把那个什么牙缝的渣全部都要剃干净 而且打嗝的时候还不能觉得说有点香 是不是让你们知道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有这样子的要求规范 所以世尊对出家人的要求其实是标准相当高 那我们知道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只能生惭愧 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生在世尊的那个年代 我们一定会遵照这样的规矩要求 可是就是生不逢时 不要说这种事情不如法 即便像现在我们穿这件衣服 人家也不见得认为说我们这个是出家人的衣服 你去到世尼兰卡去到南同国家 人家看到这件衣服 他会知道你是北传的 但是他不会把你当成是他们的那个标准的出家人来看待 因为这是明朝之后的服装 明朝改良过之后的服装 那我们的割结在哪里呢 我们的割结就在这里 跟一般的 如果说各位有看那个古装戏 他们也是穿那个长袍 但是他们没有这个 那这个就是代表我们的割结 割结衣的意思 那世尊特别交代 世尊特别交代就是如果出来的话 因为我已经有钱了 好的 这是要看 那现在也有了 的 有钱 真正 要做些什么 那个 的 感谢观看 所以这个很难讲清楚到底是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构筑法 我们现在只能事项上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像世尊在世的那个情况我们只能从 从身口意的那个亲近来规范自己只能这样 那至于你觉得说我现在的起心动力我就是要跟你结缘 我不去看你现在是超过12点还是几点 我觉得我可以跟你结这份姻缘 我希望护持你一点点生活我用这样的心情去跟你结缘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还好所以像师傅身上随时都会准备20块 为什么会随时准备20块因为有一次师傅在台北搭车的时候 在等车嘛一样一个年轻人来 来了之后就跟师傅讲的师傅你有没有60块抽车票 上次就已经遇过一个也是60块 当然师傅知道说这不是真的是有需要啦 所以那次就跟他就没有理他就没有理他结果他就一直跟跟跟跟跟跟跟 跟到跟到师傅在这个你们听一听就好了 师傅在买凤梨酥你们不要听到师傅在买凤梨酥 然后下一次来的时候就一叠的凤梨酥 是不是在看凤梨酥的时候买凤梨酥他就突然跑到师傅的耳朵旁边 请问你你有这个有10块吗 我就跟他讲也不方便 上次已经遇过一个啦我就跟他讲不方便 结果他的回应是什么给你们猜一下 他的回应很有趣 师傅跟他讲说我就头凑过去嘛 跟他讲不方便 然后他就发出一个很有趣的声音 其实那一次师傅没有什么会闹 我遇到那一次之后就在上个礼拜 从那一次师傅想说我准备20块 我就随时遇到的时候我就20块给你 我们也不伤感情 我就这样 那你说师傅这样子你翻了作词金钱 那这部分就再说吧 这一笔账另外再算啦 那你目前我只能去选择在这两者之间 选择我自己觉得这样子做会比较 比较个人会觉得比较好的形态啦 那因为他这样子他也不会起热闹 我会不会被他撤 是这样 所以说对嘛 明明我们明明知道他就是故意来耍那个 有点诈骗啦 然后态度厚 厚不到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样的好 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结果说那好啊 反正遇到你们这种人 我以后都不理不睬 不用啊 反正我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 我就随时身上准备2030块 我就是跟你结缘 你身上不会有什么损失嘛 你多一个人 将来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贵人 为什么这么讲 有一次师傅开车到那个向下的地方 开开开走错路 以前那个导航傻傻的乱倒 然后倒到那山区里面 绕不出去 结果车子开到没有油 开到没有油 就像你们这样子的 像这样你们的反应啊 就慢慢滑滑滑滑滑到那路边 乡下地方 停在那边 只有看到满山片里的花草树木 没人 就在那里 东张西方而且那时候 手机也不普遍 也没有办法打电话 就在那里四处伤望 结果一个阿伯 那个乌鱼桑 乌鱼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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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鱼桑过的 他经过的时候他说 叔叔啊你哪里在做什么 我说 没做什么的 我在看风景 没有啊才不是这样讲的 我说没有啦 刚好开到这边没有注意啊 所以没有油 没有油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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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以前那个机车旁边不是都会有两个那个塑胶的箱子吗 很有趣啊 野狼机车那个油桶就在前面 他就打开他那个塑胶的那个置物 那个箱子里面 里面居然有塑胶管 插他的那辆机车 然后吸油到我那个车子里面 那我开车可以去到家 这不是贵人这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要想说 这贵人他们他就是 会帮我盖金色的 会帮我什么 帮我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的 没有 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他刚刚好在那个时候出现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人家的帮助 当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有那个能力 是我们该做的 那未来的因缘那当然不是我们去考虑的 那其实很现实嘛 为什么我这辈子在做事情很多事情就不顺利 因为你从来不让人家顺利 你怎么有办法让自己做事情顺利 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 为什么我这辈子怎么 这边也撞墙 那边也撞壁碰壁 我们去想一想 我们到底给人家多少的机会 我们到底给人家多少的助言 我们挂着嘴巴在讲说 我们要心菩萨道 你现实上或上什么 会是这么样的态度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真的去从这些小地方去看 因为师父讲 今天跟大家讲那个大道理的话 师父也可以讲得下去 那只是说 这个跟他的生活修行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所以回到现实面 大家如果真的是有遇到的时候 量力而为 然后做得欢喜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好 所以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些悲心 然后在平常的时候 也可以做一点布施 吃戒 各方面的一些圆融 好 那刚好因为谈到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 时间也差不多 那我们就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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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